背部疼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如为医生特药专家 善乐群 先是红会医院 脊柱病医院 蜕变与肿瘤病区主人医师 背部疼痛和腰背部疼痛 实际上是类似的一个原因 可能我们背部疼痛的话 最多见的也仍然是个劳损 由于坐姿或者是工作习惯 甚至是所做的工作的性质 可能会造成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临床症状 我们对于腰背部疼痛 包括是背痛或者腰痛 其实治疗上首先还是这样一个对症 保守康复治疗 改变生活习惯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 但其他的原因的话也很多 当然也包括脊柱上的本身的疾病 或者说是肿瘤感染 以及其他的一些内脏的脏器的一些疾病 但这个相对都会比较少 我们最常见的还是一个劳损为主 对于这个区分来讲 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持续的这个程度 第二个呢就持续的时间 如果这个疼痛非常疼 疼痛呢就是难以忍受 或者说是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保守治疗 或者一些简单的药物 像一些止疼的药物 去有一个比较好的缓解的话 我觉得这种还是最好到医院去看 第二个呢就是疼痛持续的时间 如果你疼痛一两天 那当然我们还是按照一个普通的一个劳损 来进行一个观察和治疗 如果你都疼痛了一两个月了 还是这么疼 甚至是还有逐步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种还是最好的医院 让医生去给一个明确到底 这是来源于软组织的这么一个劳损 还是其他确实有些相应的疾病 当然如果疼痛特别剧烈 或者是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你除了疼痛 还有小便困难 甚至有血尿 或者还有一些 除了这个背部疼痛 还有腹部的疼痛等等 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可能尽早到医院去看 因为它可能还伴有其他的脏气的问题 同时如果你疼痛还伴有发热 活动困难等等 这些其他的一些神经功能 或者全身系统性的改变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优先 就要考虑一些其他的病 而不是单纯的劳损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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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